夜访格拉茨 在长期上感受历史的长河 这条街啊 又叫做历史的长河 街里面就叫师国街 去中拜访奥地利格拉茨市政厅 请格拉茨市长 讲述和中国有关的故事 体验维也纳最热闹的传统市场 哇 翻也翻过去 这个虽然是苹果 但不同各种各样的苹果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343集 多彩奥地利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市里组 这一站继续在奥地利的行程 位于中东欧新藏地带的奥地利 与周边包括德国 捷克 意大利等八个国家接壤 地缘位置重要 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很多中资企业 也在努力推进 在奥地利的项目合作 结束了中车 珠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 超级电容公交车项目的采访 已经黄昏 我们和在格拉茨生活多年的 娄晓如相约在古城见面 她要带我们欣赏格拉茨美丽的夜色 晓如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是格拉茨比较有名的一条街吗 对 这条街又叫做历史的长河 街名就叫师伯街 这个师伯街它的意思是音译 它是声音翻译过来的 那么它其实真正的意义就叫马赤街 为什么这么叫这条街 为什么叫马赤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马赤是一种铁制的 一种铁制品 铁制品你知道马赤就在 骑马马学后面的那个赤 就叫做马赤 那么原先的这两条街的两边 都是这个铸造打造 这个马赤的这么一些铁铺 铁匠在这边 所以当时这边叫马赤街 那么这个街已经是历史也很悠久了 有七六八百多年了 就是对这个葛拉茨建成之后 具体来说 具体是八百八十九年 古城里最早的居民定居历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八百年 公元一一五年左右 就开始有这座城市的文字记载 公元一四四零年 当时的奥迪迪皇帝 曾将皇宫设在这里 悠久的历史 也在这里的建筑上 印刻上了岁月的痕迹 算是格拉茨最早的一条街吗 对 最古老 最早的这么一条街 那为什么又叫历史的长河呢 因为这条街上 从两边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罗曼式的 就是九世纪时候的 又可以看到戈特式的 戈特式的 那么是十三世纪 十四世纪之后的 你又可以看到 巴洛克式时候的 那么这个十七十八世纪 一直这么传承下来 它还有这个古典主义 历史主义 所以说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这也是 这个格拉茨最著名的 这么一条街 那也就是这两条街 周边的建筑 都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对 它保存得非常的完好 因为你也知道 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都给格拉茨造成 不小的影响 那么这里呢 也一样 当时呢 它的老城啊 幸好还是就是 很多地方呢 受到了保护 就是说当时呢 没有遭到轰炸 轰炸 所以 巴洛克式非常的完美 那因为我看现在两边呢 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 现在就是一条 以商业为主的一条街吗 对 这也是一条 主要的步行街 那么街道两旁的这个店铺啊 也是非常的抢手 一让空出来 马上就有人出租 一个很小的店铺啊 大概四五十平米 要租到五六千欧元的 那个租金 所以非常的很贵 非常的受欢迎 那这条街在格拉茨 位于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它在格拉茨 刚好就在市中心 因为我们的右手边 就是格拉茨的象征啊 城堡商 中楼 那么整个呢 就是等于是内城的 真正的市中心 那除了商业之外 周围有没有一些居民区呢 居民区的话 你看啊 原先这条街道的话 它下面是商铺啊 上面的话 其实都是住人的 所以说也可以说 通常来说它也是一个居民区 楼潇如出生于中国浙江永康市 1998年旅居奥地利 现在是奥地利家文化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那当初是为什么来这儿呢 当时我来这儿呢 是因为上大学 继续进修 但是后来吧 因为爱的关系 对吧 把我留下来 所以我就一直在格拉茨定居 那是嫁了本地人吗 是 我老公是这个 刚好是格拉茨 所以是能对格拉茨 他们了解 是一个 这一个是因为他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我学员现在是在一个珠宝城市上班 那后来呢 因为对这个艺术 对文化 对这个整个这个建筑史的热爱 我就说 我就选择了这个 现在的那个导游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呢 是这样子 在奥地利的区分 非常的仔细 它有官方的执政的导游 它这个是需要上两年的学 就是四个学期 你上完以后呢 是用德文的 就全用德文的考试 所以非常困难 正因为这样特殊的角色 楼笑如特别喜欢把格拉茨的历史和文化 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朋友 大到整座古城的历史 小到每一个庭院 楼笑如都如数家珍 我们现在是走进一个小院子了吗 对 我们现在呢 正在一个那个中古十几时候的这么一个小庭院 那么在格拉茨呢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院子 有五十四座 仔细熟起来的话 那么每个院子的风格呢 都不一样 比如这个风格 如果我们晚上看的话 就是一世 一世八三年的时候 建造了这么一个 网格特时期的这么一个屋顶 那么它的长廊呢 它的风格又不一样 你看它的柱子 两个柱子 那么它是十六世纪时候 后来啊 因为在这个 整个欧洲的城市 改建过程当中啊 就像我们现在 现代化的这种建设 是一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到了十六世纪 到了十五世纪 就转变为一个 那个文艺复兴式的风格 那这个风格呢 你可以体现到它的柱子上面 它是圆形的柱子 圆形柱子呢 是那个文艺复兴的代表 它的那个格调 就是那种格局 还有它的这个对称 对称型 文艺复兴非常讲究它的对称 那么还有看到它的那个窗户 看到吗 那个窗户呢 也是这种双圆形的这种窗户 这个也是典型的 文艺复兴时候的这种建设风格 所以说非常的有讲究 没想到这样一望过去 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走廊 一个窗户 但是融合了几百年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进化 对 是这样 夜晚的格拉茨古城非常宁静 向导说 格拉茨外来人口少 如果是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的市中心 街道上人群中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是异象的游客 但是在格拉茨古城中 街道上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是在这里居住的本地人 虽然在悠久历史的禁忍下 这里曾经历数次战火洗礼 但是格拉茨人 依旧生活得冷静平和 优雅自信 无论世界怎样变换 格拉茨永远保留着自己 从容不迫的诚实态度 在向导楼潇如的大令下 我们走进了古城里家 据说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面包店 一进来这里 我看到有好多种类的这些甜点 我看这边主要卖的是一些 巧克力和面包 哪些平时大家买的是比较多的呢 好嗦一下 非常棒 刚刚咬的时候呢 觉得有点硬 这一咬下去就是脆脆的 满嘴都是奶香和这个瓜子香 像这个南瓜子的这个小饼干是 这边算是一个特产吗 对 南瓜子呢 它有很多功能 南瓜子呢 是斯蒂马克州的特产 它呢 你可以炸成南瓜子油 南瓜子油又叫什么呢 就叫做那个黑色的金人 黑色的金人 那么它对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啊 什么这些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那个只有南瓜 只有这个斯蒂马克州出厂的 这个南瓜子呢 才叫正宗的 才可以做正宗的这种黑色的金人 南瓜子油非常特别 店员说 虽然他们家的面包店店面不大 但是面包品种就有一千多种 而且这里还是有着 悠久历史的皇家面包房 听说有来自中国的市制组 先来采访 店主雅思林也走了出来 你们家族在这边 开这个面包店有多长时间了呀 那为什么这家店会叫做皇家面包房呢 因为我刚刚看到后面有一个这个标志 这个是家族的这个标志吗 亚思林很自豪地告诉我们 之所以他们家的面包房会被选为皇家面包房 除了在悬料上坚持静意求精 油中悬油之外 还因为一条 自打面包房开办以来 全家人都在传承 一直没有打破的原则 那其实不光是现在你们一家人 好多代人都在做这个面包 那为什么能几百年来 一直坚持着把这个面包房延续下去 我们试试在一旁 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有些东西 那些东西可能没有 另一旁 我们已经说 做的东西 是非常特别的 它看起来很不错 它看起来很不错 而且它看起来很不错 如果东西从商业 从商业来出现 我们真的做的东西 如今雅思敏家的面包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 和优良的品质 面包一直供不应求 但是即使这样 雅思敏一家 依然坚持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 虽然也会雇用一些帮手 但是面包核心环节的设计和制作 依然都是由家里人负责 采访中 雅思敏告诉我们 尽管面包很受顾客欢迎 但是由于担心影响品质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开设分店 因为人手有限 忙的时候 经常需要全家老小 齐上阵帮忙 他说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的奶奶吗 好呀 哈喽 您现在还在这边做面包吗 是的 可以帮一点点少吗 那您是从几岁开始做面包 都做了多长时间面包呀 我还在这边 他们是安排的 我都从巴克呢 这是传统 对啊 谢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老人家告诉我们 对于传统匠人精神的坚守 他们会一直传承下去 但是对于未来 雅思米和奶奶的态度很豁达 顺其自然 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那当初家里面都做面包 那儿子和孙子都想要继续做面包的时候 你是很支持的吗 还是想让他们也去做一做别的事情 采访中 雅思米跟我们提到 马上他们家的皇家面包店 就要迎来建殿450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个寻常 而又不寻常的日子 不寻常的是 面包店即将走过近半个千年 寻常的是 雅思米家人 坚信只要坚持祖辈的传统 面包店将走过更多的岁月 小小的面包店 仅仅是格拉斯的一个缩影 这里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 就是对某些传统的坚守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坚守 让我们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欧洲深处 还能看到这样一座 留存着如此多古代建筑 文化样式如此丰富的古城 也让初来乍到的我们 对一带一路上的这座古城 有了更多的期待 雪中拜访奥地利·格拉斯市政厅 请格拉斯市长讲述和中国有关故事 体验维也纳最热闹的传统市场 哇 欢迎望过去这个 虽然是苹果 但不同各种各样的苹果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343集 多彩奥地利 正在播出 地处阿尔卑斯山区的格拉斯 属于海洋星气候 向大陆星气候过度抵带 降水充沛 第二天一早醒来 雪花再次飘流古城 我们冒雪赶往市政厅 前去拜访格拉斯市长纳格尔先生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格拉斯市政厅 这座建筑也是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很大的一部分 平时也是对市民开放的 今天我们约了格拉斯的市长先生 进行采访 来一起更多地了解格拉斯 1550年 当时的格拉斯市政府搬入了老城区 1803年 这里被一座更大的复古主义建筑所取代 19世纪后期 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扩大 格拉斯重新设计并建造了市政厅 市政厅内的天花板 画廊 石钟 甚至是墙壁上的壁灯 都是19世纪保留至今的 这些建筑在经历的历史上 三次建筑了 这尊重的形象 是1883年 现在我将来说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人是 现在我将来说 现在我将来说 我们的国家人是 这些座场是 这些座场是我们的座场 和这个座场 我们有很多座场 我们有很多座场 有很多座场 有很多座场 有很多座场的人来说 有很多座场的人来说 我希望以来到中国还要来 今天就突然發生了 可能因為我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寄居 我看有一個雕塑 那這個雕塑是甚麼時候建立的呢 這裡是一個特別的想法 在中央是RzheizogJohan 他是一國王王的英國 他的兄弟是凱克朗一 四個角色的角色 纳格尔市长说 格拉茨虽然是奥地利第二大城市 但是在国际上名气并不大 中国游客对它也比较陌生 远不如奥地利另外两处 世界文化遗产城市 维也纳和萨尔茨堡 但是格拉茨市长告诉我们 这里是著名指挥家 卡尔·伯姆和著名影星 前美国加州州长 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出生地 而且这里和中国的交流 和往来也不少 最初我们很高兴 因为格拉茨也有一个 中文文化遗产 和中国的交流 一直在一起 是中文文化遗产的 我們可以在未來學習,但我們不只保持新的信息,我們要在未來看,我們並在未來 news. 我們要來的 City of Design,我們有60.000學院學生,在八學學院和學院教學, 如果我來說,在中央家會是調查的中央是這一切。 如果沒有一切,學習,學習,學習會,學習,學習はい關於一切, 采访中 那个市长真诚地向我们设置者表示 他特别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他也曾多次搭乘中车诸记有限公司的 超级电容公交车 未来 他期待能够在更多更广泛的领域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合作 那您认为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未来与格拉茨的这个契合点有那些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 一个共同工作 我们在荷兰非常严重 关于医疗技术技术 我们也曾经在几个大中国的传统 我们在荷兰议设计划 和车车,我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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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系 如果大型车交易 zwischen英国和中国 但是也会有一天 通过一个交易交易 可能会比较更加社会和船长 比较更加社会和船长 格拉茨地处阿尔卑斯山区 伊尼四季景色不同 这里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并存 文化活动丰富多样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 纳格尔市长再次表达了 对中国游客的欢迎之情 告别纳格尔先生 我们也结束了格拉茨的采访 返回维也纳后 我们来到中车诸州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在欧洲的子公司 陈强副总经理向我们介绍了 欧洲子公司的整体概况 和发展战略规划 这就是欧洲的子公司所在地了 是 这是我们中车诸基 欧洲整理机所在地 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我们是15年12月注册的 然后是16年9月份正式挂牌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边 成立子公司呢 因为这个RTT属于欧洲的心脏 正好在欧洲的中间 是东西欧的交界点 所以我们当时的考虑就是要在欧洲 在中心找个地方 又能覆盖欧东欧 又能覆盖西欧的这样的地方 现在这边大概有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有15个员工 这个员工主要是来自国内外派的 跟当地华人 跟当地的外国人 本地的这个员工多少人 本地员工现在加上 就是华侨华人的话是7个人 那整个公司的规模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规划是 编制是26个人 就是两个管理层 其他的24个是各岗位的人 所以还在会不断地向外拖招 对对对 陈强介绍 奥地利地缘位置优越 是中东欧16加1合作观察员国 具有对中东欧投资的丰富经验 未来在和中国拓展第三方市场方面 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这也是他们把欧洲子公司 设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整个一个欧洲的一个分布图 对 因为我们欧洲子公司 是负责整个欧洲市场的销售 所以从这个图的直观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初选址的 可以看出在 这里是我们欧洲子公司的处在地 正好是在欧洲的中间 这个红色就代表我们现在 在高度跟踪的项目 我们看到是 红色的这个电路 对对对 就是不止分布在整个欧洲 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执行的项目 就是也可以看出 我们欧洲子公司成立以后 第一个拿到项目的 就是这个捷克的动车组 也是我们中国企业 第一次把这个动车组 卖到欧盟境内 黄色是代表我们的无轨电车 就是可以看到是第一个点 现在是在奥地利格拉斯的 嗯 这边的这个是 这是丹麦的二宝 是我们的另外一台这个 无轨电车 现在在那边做实验 陈强介绍 中车珠基有限公司 欧洲子公司的经营范围 包括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营销 配件销售 围保检修 市场咨询与开发等业务 同时还包括为珠基公司 在欧洲的项目执行 料件采购 准入认证 后期围保及市场营销提供支持 同时这里也是 珠基公司人才引进 技术合作及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海外平台 那您认为 中国提出的这样的 一带一路的倡议 对中车珠基的这样的一个 发展步骤 起到了哪些的突进作用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是央企 这个在国家提出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 这个号召下 我们是积极响应的 那一方面在这个 一带一路的这个延安的国家 积极展开 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推销 同时呢 也跟这个 一带一路的延安的国家呢 也展开一些合作 比如说能 在当地采购一些 我们能用的零部件啊 就是加深这双方的 这一些人的合作吧 那在一带一路 创业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公司之后的这个发展的思路 有没有一些变化 应该是 我们也是要 要根据实际的发展 要发生一些变化的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中车珠基公司 就从这个名字上 就可以听说 我们原来是以做机车为主的 但是从最几年来 我们已经这个 从产业板块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个机车这个产业 已经在我们公司 不再是最大的一个板块 所以说我们肯定是 也是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 要发展一些 其他的新的东西 比如说新能源啊 这个储能的 更环保的一些产品 所以现在也就是 从传统的一些思路 慢慢地向 绿色环保低能的 这样一个思路上发展 首先是传统产品 先要做得更好 做得更精 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去拓展一些新的 这个思路新的方案 中车诸汽有限公司 欧洲子公司的工作人员 有一半都是从国内 派驻这里工作的 还有一半员工 则是从当地招聘的 奥地利级员工 和当地华侨 这是我们的小路总监 啊 你好 你好 在这边工作的时间了 两年了 那在这边是主要负责什么呢 我负责的工作人员 我负责的 Monica 我负责销 在英国 那为什么选择你中国企业工作呢 那是一位好問題 其实因为我认为 那中国企业在英国 会更加重很多 我一直以来工作 10年 我有一些 transpose 我一直以来工作 在水车的工程中 我以前在альная甩運,上市 修行 在中国的工程中 我如何擅长的工程中 我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是在中国公司工作和其他公司工作的工程中吗 在人家中的差异是有差异的差异 那些人也在在人家中央旅行 在世界中央旅行中央旅行 都在联系中央旅行 所以,在联系中央旅行 人们在联系中央旅行 埃里克斯告诉我们 除了平时工作时间经常互相沟通交流之外 在工作之余 中方和澳方员工也经常积极互动增进游异 埃里克斯说 他还经常带公司的中国同事 到奥地利的各个地方熟悉融入当地的生活 采访中他主动提出 下班后带我们试制组和他的中国同事 到奥地利最大的市场去采购 体验维也纳最热闹的传统市场 哇 欢迎望望去 这个算是苹果的不同各样的苹果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343集 多彩奥地利正在播出 我们按照约定时间 来到维也纳市中心的纳区市场 与中车诸记有限公司欧洲子公司的员工 吕家惠和阿里克斯会合后 进入市场采购 也用镜头记录下了维也纳人 最鲜活生动的日常生活 艺术特别的价值 第三周 艺术特别的市场 鲜也在大型市场上 纳叙市场也被称为维也纳中央市场 是维也纳最热闹的传统市场 在这里可以买到来自中国 土耳其 塞尔美亚等国的日用品 和周边欧洲各国的图特产品 还有来自美洲和非洲的各种商品 哇 翻也翻过去 这个虽然是苹果 但不同各种各样的苹果 这都是奥地利的苹果吗 都是 对 都是 有什么不一样啊 产地不一样吗 那像这种 看着长长的像人生一样 这个是什么 这是本地产的吗 这是一个芹菜 芹菜根 芹菜根 这个怎么吃啊 怎么烹饪 他刚刚说这个是要放汤里面的 当香料 为什么你们经常会吃这个芹菜根吗 有什么意思吗 这种蒸汤里面的蒸汤里面呢 因为现在是冬天 市场上的蔬菜 只有大约20%产自奥地利 80%是从意大利或西班牙等国家进口过来 所以蔬菜的平均价格也比较高 到了夏天 80%都是本地蔬菜 价格也会便宜很多 那你们是奥地利本地人吗 你来自奥地利的蔬菜吗 我来自奥地利的蔬菜 我的家庭是最大的蔬菜 所以他们很难吃 很难吃 必须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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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市场有超过150年的历史 从1902年开始 根据政府规划 纳区市场上的所有店铺 都是三排并行摆放的结构 共有901个固定商户 大部分都是水果蔬菜商贩 其他以肉类商贩为主 许多商贩至今仍在营业 一些店铺甚至世代相传 至今仍有家族经营 那您刚刚也说是家族的企业 那现在家里有多少人在这里工作 都有谁啊 有个桃 有什么想法 我父亲和我父亲和我 他爸爸 然后他弟弟 还有他侄子 然后还有他弟弟的太太 有时候也会来帮我 那这个摊位都已经传了五代了 那接下来呢 你还是想传给自己的孩子 来继续经营吗 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他是准备传给自己的小孩 在这条仅千米长的街头集市里 除了有鲜花史书 干货凉菜 酒水饮料 糖果面包等五花八门的物品 还有各式各样的饭馆和快餐店 不仅有当地美食 还有中餐 意大利菜 土耳其菜 东南亚菜 日本料理 等等很多世界各地的美食 那这边的奶酪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看品种好像很多 能介绍一下吗 买几种是奥地利的奶酪 比较薄的这个样子吧 感觉上面还比较软 奥地利出产的奶酪味道浓郁品质上成 这种发酵制成的牛奶制品 从制作工艺上分为生奶酪和熟奶酪 熟奶酪由鲜奶直接提炼而成 保质期相对较短 熟奶酪则要经过深度发酵 口味更为浓烈 我们尝一下 这个捏起来就软软的 跟平时我们尝的硬奶酪 硬奶酪差别是很大的 吃起来是那种滑滑的嫩嫩的 有点像黄油 特别香 这个是产出哪里的呀 奥地利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当地的农牧业比较发达 政府的农业政策多方位支持 有机农业的发展 全国育有54.5万公顷农业耕地 种植有机农产品 63.1%的比例 为畜牧业的牧场和人工草场 奥地利的有机农产品和食品 在欧盟内享有胜余 卖奶酪的姑娘名叫拉里萨 来自俄罗斯 目前在维也纳大学 竞技系读书 她利用课余时间来助理打工 赚一些钱补贴学费 那像这样的一份兼职的话 平时大概能赚多少呢 这样出来做兼职的同学多吗 当然 我们有很多时间 我们需要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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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销加钱 没有生活 我们需要赚钱 ,慢慢ı 阿里克斯一直在为晚餐选购食材 他选了一些两岁左右的小牛肉 价格是一公斤7.9欧元 现在你挑的是什么柜的肉啊 这是从柜的肉 没有 这是从柜 或者从柜的肉 这是从肚子 从肚子 这是最好的柜 这是最好的柜 因为它是脆的 这个是牛脖子那边的肉 然后是做我们晚上的那个炖牛肉 是最好的柜 阿里克斯说 这个市场的菜品价格 在当地属于普通大众消费水平 不高也不低 所以很受欢迎 菜品和肉类一般都供不应求 阿里克斯我们今天买蔬菜买肉 一共花了多少钱 所以在外面生活了 这个市场的市场 是最好的 那这样的价格 对于你的收入水平来说 这个价格算高吗 是在外面生活的价格 在外面生活的价格 还是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 爱里克斯和旅家会告诉我们 如果在周末 那区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壮观的跳蚤市场 可以买到各种二手货 种类包罗万象 旧衣服 旧生活用品 旧电子产品 老旧工艺品 如果懂得当地语言 还可以与当地人讨价还价 在这里可以体会到 原汁原味的维也纳市井风情 有波涛的海绵 就有防范 防范连成片 连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永世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离经了岁月 春秋冷暖 感情在眼神 相似丑一般 有一条路 在舞传 带着心 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在旋转 世界每一秒 瞬息万遍 因为有你 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 一个家园 家园 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 势力组 继续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的行程 谢谢 做客奥地利 中车员工家庭 感受维也纳的日常生活 拜访维也纳市政厅 外事主任 听他讲述 与中国之间的 点滴故事 走进维也纳市政厅 欣赏维也纳的 建筑之美 流光一彩 炫耳多姿 体验别样的 维也纳冬季节日市场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三百四十四季 维也纳的别样风情 敬请期待